同學兩兩一組玩起拼漢字大風吹 也有看卡片上的甲骨文猜出背後正確中文字 另外也有漢字拼拼看拼出正確的甲骨文字 提毛筆寫出正確甲骨文 用遊戲學漢字寓教娛樂 更有刺激感 從闖關的時候我也很開心 這個闖關寫字的體驗 然後讓跟親子跟家長互動 然後一起了解到每一個字怎麼來的 然後減少我們寫錯字 然後探尋漢字廣闊的世界 我們希望透過在認識漢字的一個演變過程 還有他文化故事也可以傳達很多很多的品德的一個好的美德 除了闖關主辦單位也邀請講師 播放漢字學習教材 分享如何利用影片內容與孩子互動學習 也用動畫呈現漢字的演變內容 提升孩子學習意願與思考能力 可以比如說回去跟家人分享 然後也可以回去跟阿公阿嬤分享說今天學到的字 然後裡面有什麼意義 對 比如說人字呢 就是有需要謙卑 然後恭敬的意思 更清楚的了解 理解文字 那在親子講座裡面可以教導家長 更可以去讚美自己的小孩 愛自己的小孩也愛自己 天地全黃 雨著紅花 班日學堂使用的教材是由新唐人電視台製作的 悠遊自在漢字動畫節目 影片曾在台灣得到小金鐘最佳兒哨動畫節目獎 並且入圍及得到多項國際動畫相關獎項 內容結合了文化故事以及傳遞傳統做人道理 希望透過各個社團 各個企業家能夠來支持這個品德教育 讓我們的向下扎根 讓學生能夠有一些好的一些品德 人格的發展 活動壓軸 有影片中的毛筆爺爺動畫卡通人物 來到講台上大跳動動操 讓在場大小朋友度過愉快的一天 新唐人亞太電視葉錫紅台灣彰化採訪報導 在場上大跳動畫有個程座 也不能在場大幅中的大幅中的性格